臺中市長林佳龍昨天宣布 BRT失敗 七月八號將要走入歷史 而昂貴的後車站將會轉做公車站 來使用 臺中市長林佳龍正式對外宣布 BRT已經失敗 針對臺中BRT上路後的諸多問題 BRT體檢小組完成體檢 提出四種可能方案 二十三號上午臺中市長林佳龍才是 昂貴的BRT後車站將轉做一般的公車 後車站BRT公車全面進場檢修 行駛臺灣大道的公車也將納入BRT專用車道 車站將在驗收並改善後 繼續以公車後車站來使用 臺灣大道的公車納入專用道 十七位參與的專家學者 認為BRT車體和站體的設計都有問題 行控中心要整合得付出大筆預算 對於把BRT降級為一般公車 二十二億的經費已經支出七成 林佳龍稱之為昂貴的學習經驗 未來將以優化公車專用道 整合公車路網 來取代原本獨佔專用的BRT車道 預計7月8號全面實施 記者黃雄彭萬群台中報導 之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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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 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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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